大埔隆美川瑞斯案 压后到5月8日再讯 四个被告不准保释 对于有意见话 本港开拓中东市场起步 较新加坡池 有认华回应说 相信香港能够追赶上来 北韩罕有在双隔两个月 再召开劳动党全会 讨论粮食问题 大埔隆美川瑞斯案 死者蔡天坟前夫一家四人 分别被控谋杀和妨碍司法公证 赵祖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 压后到5月初再讯 四个被告都不准保释 继续还压 四个被告由警车压送到法院 蔡天坟的28岁前夫邝港治 邝港治的31岁哥哥邝港杰 和65岁爸爸邝球 被控一项谋杀罪 而邝港治的63岁妈妈李瑞香 就被控一项妨碍司法公证罪 不少位有关刑事调查的资料 四个被告先后在今月24日和25日被捕 涉嫌和蔡天坟谋杀案有关 暂时不需要答辩 等警方进一步调查 包括科学监证和检查通话记录 5月8日再讯 新一份财政预算案 预测今年经济增长 百分之3.5至5.5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 随着和内地全面通关 估计消费会有大的反弹 现在去年环境这么艰难 出口又差 去年股票又差 出口又差 经济又不好 所以私人机构的投资又谨慎 那里都缩了差不多10% 跟着本地消费就靠消费圈 周期措施顶一顶 都跌了1% 今年的形势点和内地全面通关 旅客就来多了 我们的服务输出 旅行如一定好 它都会助力我的消费 消费我们估计今年的反弹应该是大 经过去年这样倒下去 我们今年的反弹应该是有点力的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颖说 回应有意见说 本港开拓中东市场 起步较新加坡池 说香港有很好的根基 相信能够追赶上来 通常好像一个田径运动比赛那样 起跑落后不是一定追不上的 不是一定说一定赢在起跑线的 最重要是没有实力 还有自己没有一个策略和一个努力 去追赶上来 香港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根基 现在已经全面开放 看到也有很多企业返回来香港 譬如有很多展览业就已经再回来香港 展览业方面的服务 看到整体商界对香港的信心回来 政府宣布调低首置物业 从嫁印花税街之后 第一个周末 楼市交投趁黄 代理预计全月成交急升四成 上星期的财政预算案 政府主动降低楼市印花税 进一步利好楼市气氛 上星期五有全新盘首轮销售布折 带动一手楼交投 过去周末期间 资本市场录得超过50宗成交 发展商亦都积极加推应市 新地屯门兆康Novoland第二B期 两日接连加推共206火 最新的三号家单 知识关价13988元 市传项目暂收超过5000张票 较已经开价的352火超额13倍 汇德峰地产南田港铁站附近的Coco Russell 星期三次能销售共160火 全站收超过3000张票 超过17倍 二手楼不但未有被新盘 抢去注意力 反而有更多赏车客 亲楼格仍未回到巅峰 加快入市希望能够执平货 主要代理锁络真目南炒屋苑成交 回升到20宗以上 中原和美联锁络成交都反弹大约6成 南炒屋苑 即如冲泰古城 今月站陆29宗成交 单计过去的星期六 就连络3宗成交 其中一个大约580呎 两房职王 原业主近期叫价大约1020万元放盘 最终减价至大约990万元沽出 实用免质价大约17000元 原业主持货43年 转手账面赠大约955万 其他各区减价成交仍然不断 满康山亭图雅苑大约800呎 三房持海警户 原业主叫价1200万元放盘大约10个月 最终雷减94万以1106万元接手 减幅近8% 资座房屋造界都受压 沙田居屋如翠苑年络减价成交 517呎低层两房户 未保价第二市场叫价520万元放盘半年 减价近9%成接 实用面积尺价9200元以下 同区夹屋情碧花园 678呎三房市警户 自由市场叫价1090万元放盘7个月 类减大约152万 最终以938万元获成接 减幅接近1成4 实用面积尺价大约13800元 代理预计随着本港经济服装 更多内地资金将会回流本港 可望推升资产价格 预计今个月一手成交大约2500宗 二手成交大约5000宗 当月急升大约四成 整个第二季楼价预计升大约半成 无线电视记者陆子旗报道 澳门今天开始室外不需要戴口罩 但是公共交通工具 医疗机构和院舍等的地方仍然需要戴 政府专家顾问认为 最快下星期本港已经有条件取消室外口罩令 澳门当局说近两个月来疫情持续平稳 宣布调整戴口罩的要求 所有室外地方不要求戴口罩 如果进去医疗机构 长者和康福院舍 的士以外的公共交通工具 仍然需要继续戴口罩 至于其他室内场所和交通工具 当局说由主管实体 根据空气流通和活动性质等 自行决定是否要求戴口罩 三岁或者以下的婴幼儿 进去任何场所 就可以不用戴口罩 在举办大型聚集活动等特定情况之下 例如托移所和飞高等教育机构 出现群组感染 或者疫情高峰期的时候 主管实体应该要求戴口罩 本港口罩令目前维持至下个星期三 何时适宜取消口罩令呢 政府专家顾问刘宇龙认为 最快下个星期四户外可以不用戴口罩 已经有九成以上的人 等于两针 第三针都接近九成 绝大部分我自己觉得都是感染了 所以新冠会在 除了口罩有一个爆发 是基本没有可能发生的 如果市民是搭公共交通 尤其是地铁站可以考虑 叫市民自己醒觉地 自己带去的 他又说如果没有任何异常 过一两个星期 即是三月中下旬 学校室内地方 都可以不用强势戴口罩 但建议到时候院舍 深切治疗部等多工艺人士的地方 仍然要戴口罩 另一个专家顾问孔凡的认同 三月初放宽室外口罩令 四月初放宽室内地方 但强烈建议 以医院、诊所、安劳院舍 仍然要戴 无线电视记者何曼军报道 海关四月一号开潜 实施贵金属及保石交易商注册制度 有珠宝业计划会配合海关执法 有立法会议员就说 当局应该简化申请程序 和减少行政费用 四月一号起 任何人买卖金、银、珠宝及手标等 又或者在交易中担任中介人 每单交易涉及12万或以上 就需要向海关关长注册 A类注册只是容许电子支付交易 B类可以同时用电子支付及现金交易 B类注册人另外需要进行客户进绩审查 记录买卖客人的身份证资料 并且避传五年以便海关抽查 有珠宝业界认为做法不太困难 对生意影响不大会配合新指引 现金来说真的不多 登记他们的身份证 我们会有一个专柜 它会放好保存它 不是其他人可以接触到的 会跟随私隐专员署那边的指引 我们会做好所有的保密 把它放好它 当局设立九个月过渡期 提早申请的商户可以豁免注册费 有立法会议员说 所有额外的费用应免质免 海关华新制度符合国际打击洗黑钱要求 对香港珠宝业长远的费用 发展也有帮助 因为我们今次的修例 会进一步完善了我们整个反洗钱的制度 我相信会进一步增强海外参展商对香港的信心 香港海关将会为业界提供清晰的指引 去帮助业界识别这些关联的交易 避免有人刻意去刷单等等 海关就说任何未经注册的商户 日后经营12万或以上的现金和非现金的贵金属 和保释交易都属于违法 一经定罪最高可被判罚款10万元和监禁6个月 无线电视记者周晋风报道 北韩领袖金正恩主持劳动党会议 讨论粮食问题 受到新冠疫情封闭边境影响 北韩近年粮食短缺的情况恶化 金正恩星期日召开劳动党第八届七中全会 期间分析总结去年新时代农村革命纲领 第一年实施的落实情况 有讨论现时面临最重要任务 以改善北韩的经济和农业问题 北韩以往每年举行一至两次全会 今次罕又在距离上次只是两个月再召开 有分析说 这样做证明北韩现在的凉风严重 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警告 如果中国军事援助俄罗斯将会付出真正代价 俄罗斯总统普京指控西方国家支援乌克兰 目的只是想瓦解俄罗斯 美国近日一再指控中国可能军事援助俄罗斯 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 礼拜日接受多个美国传媒访问时 说中国目前还未向俄罗斯提供致命武器 但也未有放弃有关损案 警告若国中方真的这样做 将要付出真正代价 被问到美中关系近期因为中国气球事件转吹紧张 沙利文就说国务卿布林肯日前在德国务尼克 和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会议 显示双方不是所有沟通管道都切断 又说虽然美国总统拜登和国家主席习近平 现在未有安排任何通话 但他预期两人会在逼狗的将来对话 美国中情局局长白宫斯 礼拜日接受访问时 也说相信中国仍然考虑着 是否向俄罗斯提供军事援助 不过未有最终决定 他形容若过中方决定提供军援 是冒险和不明知只会加剧中美紧张关系 中方早前批评美国的指控是暴风捉影 肆意污蔑中方 强调无忧止输送武器的是美国 而俄罗斯电视台礼拜日播放总统普京仇访片段 普京指控北约企图战略击敗俄罗斯 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要瓦解作为苏联核心部分的俄罗斯 这样令俄罗斯不可以不将北约国家的核力量 纳日考虑 又警告若过西方得逞 俄罗斯民作可能生存不了下去 无线电视记者尤米卓不道 又是一阵 回来有其他消息 反正时间先看一些财经消息 恒生指数中五收市 在报19,860点 跌149点 总成交超过628亿 最汇约港股 腾讯控股跌1.6 阿里巴巴跌2.5 南方恒生科技跌4.2 美团升1.4 盈富基金跌2.4 恒生中国企业跌6.4 海底撈2.59 比亚迪股份跌10元 北道集团升2.7 快手升8.5 再看其他主要蓝筹股的表现 汇与控股跌1.5 有邦保险跌1.5 中移动跌3.5 港交所跌3元 香港中华煤气升三线 恒生科技指数报3963点 跌47点 互港通额度使用方面 内地投资港股的港股通额度余额 大约是403亿人民币 投资内地A股的互股通 每人额度余额大约是521亿人民币 至于深港股的额度使用方面 内地投资港股的港股通额度余额 大约是394亿人民币 投资内地A股的深股通 每人额度余额大约是534亿人民币 内地股市上证综合指数跌3点 深证成分指数跌57点 有分析预期受到近期政治因素影响 人民币短期会受压 但相信中期会反弹 去到七算的时候 真的是一个挺吸引的 叫做一个吸纳的价位 因为现在压抑住人民币 或者拖累人民币近期的走势 不是中国本身的经济问题 而是大家对中国、美国、俄罗斯 和乌克兰的四国关系 政治性的担忧情绪 就远多于担忧中国的经济复苏 所以短期间给到人民币一个镜压力 但就算见七算可能都是假穿 可能去到7.08这个水平 就会有一个大一点的支持 去到3.09后 前夫一家四人 分别被控谋杀 和妨碍司法公证 赵祖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 押后到五月初再讯 四个被告都不准保释 继续还压 四个被告有警车 押松都法院 蔡天坊的28岁前夫邝港志 邝港志的31岁哥哥邝港热 和65岁爸爸邝球 同被控一项谋杀罪 而邝港志的63岁妈妈李瑞香 就被控一项妨碍司法公证罪 照为有关刑事调查的资料 四个被告先后 在今个月24日和25日被捕 涉嫌和蔡天坊谋杀案有关 暂时无需答辩 等警方进一步调查 包括科学证证和检查通话记录 5月8日再讯 新一份财政预算案 预测今年经济增长3.5%至5.5%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 随著和内地全面通关 估计消费会有大的反弹 为什么去年环境这么艰难呢 出口又差 去年股票又有点 楼市又有点 出口又差 经济又不好 所以私人机构的投资又谨慎 那里都缩了差不多10% 跟着本地消费就靠消费券 周期措施顶一顶 都跌了1% 今年形势点和内地全面通关 那些旅客就来多了 那我们的服务输出 即旅游如一定好 他都会在力我消费 消费我们估计今年的反弹应该都大 经过去年 这样跌下去 我们今年的反弹应该有点力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颖华说 香港和内地恢复全面通关之后 不少内地省市来香港招商 当局也会缩断北上 加强两地商业往来 通关之后大家看到 两地的人流搞乏做到 刚刚我们去完深圳 跟当地市政府谈完 其实那个人流已经达到以前 一半以上的 所以看到那个情况是非常之乐观 很多商界朋友都说 现在可以回上去了 因为很多年 基本上上面的生意 都没有人去打理 所以商界对于通关 令到他们可以自由出入 非常之高兴 最近也看到很多内地的省市 来香港招商 那个频密程度 你是难以想象的 那么很多省市 对京都来香港做了招商会 就希望在一个商贸方面 加强两地的互相的联通 那么我们也都会继续 带我们的商女回去内地 尤其是大湾区 去探讨这个商机 海关4月1日开始实施 贵金属和宝石交易商注册制度 有主报业解说 会配合海关执法 有立法会议员说 当局应该简化申请程序 和减少行政费用 4月1日起 任何人买卖金、银、珠宝和手标等 又或者在交易中担任中介人 每单交易涉及12万或以上 就需要向海关关长注册 A类注册只是容许电子支付交易 B类可以同时用电子支付和现金交易 B类注册人另外需要进行客户进绩审查 记录买卖客人的身份证资料 并且比存5年以便海关抽查 有珠宝业家认为做法不太困难 对生意影响不大会配合新智人 当局设立9个月过渡期 提早申请的商户可以豁免注册费 有立法会议员说所有额外费用应免责免 海关说新制度符合国际打击洗黑钱要求 对香港珠宝业长远的发展也有帮助 因为我们今次的修例是会进一步完善了 我们整个反洗钱的制度 我相信是会进一步增强海外参展商对香港的信心 香港海关将会为业界提供清晰的指引 去帮助业界识别这些关联的交易 避免有人刻意去拆单等等 海关说任何未经注册的商户日后经营 12万块以上的现金和非现金的贵金属 和保石交易都属于违法 一经定罪最高可被判罚10万元和监禁6个月 无线电视记者周晋风报道 北韩领袖金正恩主持劳动党会议讨论良性问题 分析认为劳动党相隔两个月再举行全会 反映北韩的良性危机已经非常严峻 北韩领袖金正恩星期日在平壤主持劳动党第八届七中全会 期间分析总结去年新时代农村革命纲领首年实施的落实情况 又讨论现时面临最重要任务 以改善北韩的经济和农业问题 潮中社报道说制定正确的农业政策是很重要和紧急的任务 会议将持续进行,未有公开议题具体内容 北韩以往每年举行一到两次全会 今次罕有在距离上次近两个月之后再召开 有分析说,这样证明北韩现时的良方严重 北韩近年糧食短缺情况恶化 据报过去两年有多个监狱,大约700名囚犯饿死 更加有几十人因此集体越狱 连一向相对富裕的开城区也每日有几十人饿死 南韩和德国传媒报道 北韩近期将军人每日的粮食配给量 减少到普通民众的标准 是自2000年以来首次 又说有地方政府以处备军粮为名义 敦促民众每两至三日上缴外国米 韩联社报道,北韩在去年12月开始 由中国进口大量大米,以缓解糧食危机 当时咸镜北道地区已经有大量民众遭饿死 受新冠疫情封闭边境影响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处等人道主义机构 无法评估北韩的粮食供应情况 分析北韩事务的智库北韦38度 上个月发表报告说 北韩粮食供应很可能已经降到 无法满足人类最低需求的水平 是继上世纪90年代大饥荒以来最严峻的粮食危机 《无线电视》记者陈慧珊博道 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 警告如果中国军事援助俄罗斯 将会付出真正的代价 俄罗斯总统普京指控西方国家支援乌克兰 目的只是想瓦解俄罗斯 美国近日一再指控中国可能军事援助俄罗斯 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 礼拜日接受多个美国传媒访问时 说中国目前还未向俄罗斯提供致命武器 但亦未放弃有关损案 警告若国中方真的这样做 将要付出真正代价 我们正在看靠近 我们正在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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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问到美中关系 近期因为中国气球事件 转出紧张 沙利文就说 国务卿布林肯 日前在德国茂尼克 和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 王毅会晤 显示双方 不是所有沟通管道都切断 又说虽然美国总统拜登 和国家主席习近平 现在未有安排任何通话 但他预期两人会在不久的将来对话 美国中情局局长白一斯 礼拜日接受访问时 亦都说相信中国仍然考虑 是否向俄罗斯提供军事援助 不过未有最终决定 他形容若果中方决定提供军援 是冒险和不明知 只会加剧中美紧张关系 中方早前批评美国的指控是暴风捉影 肆意污蔑中方 强调无忧止输送武器的是美国 而俄罗斯电视台 星期日播放总统普京仇访片段 普京指控北约企图战略激反俄罗斯 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要瓦解作为苏联核心部分的俄罗斯 这样令俄罗斯不可以不将北约国家的核力量 纳日考虑 又警告若果西方得逞 俄罗斯民作可能生存不下去 无线电视记者与灭住不道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来因 今天会去到伦敦 和英国首相新委成 讨论北外尔兰在英国脱欧之后的新贸易安排 外电报道 两人一旦有共识 将会举行联合记者会交代 而新委成稍后或者会和内国开会 并在国会发表声明 英国脱欧至今已经大约有三年 英国和欧盟仍然未在北外尔兰除英国脱欧之后的货品通关安排 达成终极定案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来因和英国首相新委成 星期日发联合声明 说双方同意就涉及外尔兰和北外尔兰议定书 多项复杂的挑战继续亲自合作 寻求可行的互相配合解决方案 因此冯德来因将在星期一亲自到英国和新委成面谈 英国脱欧之前 经北外和爱尔兰进出欧盟国家的货品 可以轻易通关 因为各方都是遵循同样的条例 但北外除英国脱欧之后 货品进出欧盟国家 包括留欧的爱尔兰的时候 原则上都必须在过境的时候接受 针对非欧盟国家和地区的严格审查 尤其是奶类产品和鸡蛋 鉴于北外和爱尔兰的边界属于敏感政治议题 为免激化矛盾 英国和欧盟在2020年达成北外尔兰议定书 属英国脱欧协议的一部分 容许经北外港口进出欧盟的英国货品 只是需要由北外 以及大不列颠倒上的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 进行检查和文书处理 而无需在外尔兰边境审查 议定书也同意北外要遵守 欧盟的货品标准条例 但有关安排 它是导致在北外和英国大不列颠倒之间 设立关卡 加剧北外亲英派和独立派的矛盾 同时对当地商界造成负担 去年6月中 当时的英国首相约翰逊政府 提议单方面修改议定书部分内容 尋求减少货品边境审查程序 舒缓压力 根据修改计划 由英国大不列颠倒出口 即是运往不爱的货品 可以豁面海关审查 而只有出口到外尔兰和其他欧盟国家的货品 才要通过全面海关审查 有关计划引起欧盟不满 欧盟委员会同意开展法律行动 指控英国政府没有履行议定书 敦促重返谈判 但表明不会再就议定书的内容重新谈判 而是就执行方法协商 英国国会就议定书修改计划 展开立法程序之制 英国政府和欧盟在去年10月重启技术谈判 到了上个月 双方同意共享贸易数据 容许欧盟接触英国 关于大不列颠倒出口到不爱的货品物流资料 有报道说 双方曾经表示会迅速处理其他议题 有望在今年4月处理不爱和平进程的 贝尔法斯特协议25周年之前达成协议 无线电视记者陈淑宜报道 有时回来有其他消息 早上提主到新结ic Tomama 期�imt 新结束 ällen时间到达了 融费的网上 广指中vate收视报 19860点跌149点 总成交是628多数 ąd kam foi 最活躍港股表现 腾讯控股跌1.6 阿里巴巴跌2.5 南方恒生科技跌4,000亿 比团升4.4 营赋基金跌2.4 恒生中国企业跌6.4 海底捞升2.5.9 比亚迪股份跌10元 百度集团升2.7 快手升8.5 再看其他主要蓝筹股表现 汇丰控股跌1.5 有波冒险跌1.5 中移动跌3.5 港交所跌3元 香港中华煤气升3.5 恒生科技指数跌47点 太中国股市表现 商丁综合指数跌3点 深淨成分指数跌57点 多间圈商都认为 内地货币政策回归中性 短期减息或者存款准备金率的机会不大 人民银行上个星期五发布 去年第四季货币政策执行报告 形容今年内地经济有望总体回升 循环更加顺畅 华泰和兴业证券都觉得 银行似乎满意现在的经济状况 反映未见推动信贷的紧逼需要 进一步放宽货币政策的机会不大 轻易补充 除非经济有明显回落的压力 否则应该不会调低政策利率 即使仍然可能减存款准备金率 不过相信只会是0.25厘 主要是补充金融市场的流动资金缺口 不应该理解为放松政策 外资投行高盛也都相信 人行现在更加重视政策延续 相信未来几个月暂时不会减息降准 招商证券担心货币政策回归中性 暖期不利股市和债市 但是相信10年期国债知息率 重上三厘是入市时机 国金证券关注报告特别提到楼市 虽然重新防住不炒的方针 但是相信有意加强保交楼 支持内房并够重组 改善财务等 人行和银保监会上星期五 亦都咨询支持租楼市场发展的措施 包括支持项目改建为长期出租物业 银行可以提供开发贷款最长五年 中信证券认为当局第一次提到 支持银行发行住房租任担保债券 是扩阔相关流域的融资渠道 由于信息披露更加充分 相信能够提升投资信心 降低融资成本 汇丰和摩根士丹尼都预计 过去三年防疫时 民众的额外储蓄 是经济能否强劲复甦的关键 估计今年消费任务反弹8% 但瑞讯和瑞银都认为 现在是过早肯定 报复性消费可以持久 曝线电视记者黄文軒报道 两天下个月开始调整燃料费 中电和港灯分别按月加大约1.3%和4.7% 两天在网站公布 三月开始调整燃料费 中电每度电增至62.8港仙 加大约1.3% 港灯就加至86.4港仙 增幅4.7% 而三民家庭每个月用275度电来计 中电用户需要缴货大约392元 给一月交多两个月 港灯就需要给大约429元 给一月给多大约11元 中电和港灯今年一月开始大幅加电费 按年加两成和四成半 根据管制计划协议 两天每年头两个月的燃料调整费 在年度电费减到中离定 按月调整就由每年的三月开始 民主派初选案控方就共谋者原则 向辩方提交文件 辩方说需时整理 案件在星期三再诚 控方提交的文件长35页 提到当中的证据 不是只是用力指控被告欧乐轩 而是用意指控所有被告 当中包括全部被告 在社交平台贴文 影片的部分文字记录等 辩方说需时整理 哪些证据用来指证哪位被告 法军批准星期三再诚 到时会处理承认事实 一手据报载有200个偷渡客 涉嫌超载的木船 在意大利南部尋伴 警方说最少有60人死亡 目前已经找回59具尸体 包括12个小朋友 最少80人生患 几十人失踪 风高浪急下救援人员冒险落海搜索 将遇难者的尸体抬回上岸 涉事木船的残骸和木舌被冲上岸边 这里是意大利南部地区卡拉布里亚 克罗托内市的沙滩 当局调派消防员 边防警员和海岸防卫人员参与搜救 直升机在上空监察 搜索犬亦都出动协助搜救 事快当地星期日接近黎明时分 一手据报早在5日前 从土耳其出发 再有偷渡客的木船 试图在意大利非法登陆 期间遇到恶劣天气 木船撞到岩礁之后翻沉 造成多人死伤 据生还者透露 当时有多达200人 在20米长的木船上 当局预料死亡人数会增加 联合国难民处 与国际移民组织发联合声明 说船上大部分人是来自阿富汗 巴基斯坦和索马里 有不少是儿童 甚至是整个家庭 有红十字会的义工说 目前所有获救的生还者都是成人 所有儿童都失踪或者离难 死者包括一个只有几个月大的BB 和一个八岁大的男童 搜救工作在晚上继续进行 意大利警方表示 正调查四个来自土耳其 涉及泛汎人口的人 总理梅洛尼深切哀悼 誓言加强打击非法入境潮 以免再发生悲剧 内政捕损据显示 去年大约有十万五千个 非法入境者 巡水路登陆意大利 较前年多出大约三万八千人 国会早前通过 具争议性的新移民法 限制民间组织的救援船 在完成一次救援行动之后 必须返回港口 不可以继续在海上救人 外界忧虑会延遇救援 导致更多人丧命 无线电视记者陈淑仪报道 日本秋小宫闻人亲王夫妇 据保将会出席 英皇查理斯三世的加冕仪式 去年9月继位的查理斯三世 将会在5月6日 在伦敦西敏展举行加冕仪式 日本放送协会报道 日方已经接触英国方面的邀请 并正是安排由秋小宫闻人亲王夫妇出席 两国皇室的传统关系密切 以过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1953年加冕恋严历当时 当时的入皇羽人也有出席 去年英女王国壮 一往德仁和皇后雅子亲身出席 稍后回来有另一节新闻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 到此为了 美女王者透幕持续 本来自明镜需要您的ں补 政府 PF摇冕主段